提及关羽此后,廖化为什么要投降? 公元221年东,从事关羽和张飞的刘备,终于率大军来到了紫规,他要不惜一切代价的攻打东吴。 报仇,廖化,刚到紫规城的刘备,可能连一杯温酒都没喝上,就听到了一个让他震惊的讯息,城外有人求见。 自称廖化,刘备赶紧让人把廖化接了进来,君臣见面,分外感慨,门外的将士都一成惊讶。 此前一直愁眉不展的刘备,为啥见了廖化之后,竟然笑了出来。 不仅如此,廖化刚回来,就被任命为一都太守。 已是恩典,为什么?为什么?两年之前,关羽战败被杀,身为手下大将的廖化,投降了东吴的啊。 一个将将回来,就算是自称炸将,也应该先审查一下是不是东吴间谍吧。 以刘备与关羽的感情,看到廖化应该赌人撕人,伤心流泪才对。 廖化到底说了什么?或者带回来了什么? 让刘备这么高兴? 廖化,你一样的人物。 三国志中,关于这一段的记载是这样的。 宇拜,属吾,私归先主,乃诈死。 时人未为信然,因邪时老母昼夜虚行。 会先主东征,玉于子归。 先主大跃,以化为一都太守。 关于战败,廖化归属东吴。 后来通过诈死骗过众人,带住老母连夜赶路。 终于在子归遇到了刘备,对于廖化投降东吴的事情。 不仅刘备,所有的史书及后人评价,都是非常的宽容。 比如三国志中没有说将吴,而是鼠吴。 后世评价也大多是炸将,无奈归吴,被迫归吴廖化到底做了什么? 会被如此的宽容对待? 廖化,正史当中。 对于廖化的记载并不多。 三国志当中的廖化,年纪轻轻就跟住关于,成了主部。 主部这个职务,主要是管理文书工作。 可见,年轻时的廖化,应该还是颇有些文字功底的。 当时,当时统领荆州的关于,已经算是大名人了。 不仅是蜀汉重江,还被曹操所青睐。 正史当中记载的瓜谷疗毒,水烟细菌,也是明镇中原了。 能被关于这么看重,年轻的廖化,也算是意气风发了。 关于的性格脾气和忠义之名,必然会深深地影响住廖化。 尤其是当初孙权派人来提亲,关于毫不客气地拒绝了。 这样的脾气,廖化一定是佩服得不得了。 但是,关于被杀,廖化就投降了。 从事后他炸死逃跑。 还能带上老母来看,廖化并非是被关进大牢里, 而是确确实实地投降了。 至于东吴是否给他封了关,咱们就不知道了。 不过看他需要炸死才能逃回来。 那说明就算没有封关,也一定有人监视住他。 现在的主流观点认为,廖化投降,是因为老母亲, 所以后来逃亡。 专门提到他带住老母这件事, 廖化真的是因为老母亲而投降的吗? 这个理由似乎很奇怪。 关于 纵观整个三国历史, 为了大意抛家弃子的比比皆是, 在众多美好品质当中, 中是排在校之前的。 所以廖化为了校放弃对关于的中, 是说不过去的。 就算是廖化重感情, 非常孝顺, 宁愿背上骂名, 也要照顾家人。 为什么单单提到老母? 公元261年, 老将廖化路过宗玉府, 想和他一起去看望一下诸葛瞻。 宗玉就说了, 我们已经年过七十, 所得到的已过多, 只缺少一死罢了, 为何要相求晚辈儿登门拜访呢? 于是两人就没有去, 以此推算。 廖化大概出生于公元190年, 关于被害的时候, 廖化应该是28岁左右吧。 东汉时期的女子结婚年龄, 大概是15-6岁左右。 廖化28岁的话, 母亲应该最多50岁, 称为老母似乎略微夸张了些。 当然, 这不是重点。 也许生廖化比较晚呢。 关键是, 28岁的廖化, 一定已经娶妻生子了。 既然专门提到了老母, 为什么老父妻儿一字不提? 难道廖化的亲人中, 只剩下老母一人了? 一向文笔简洁的三国志, 提到的这位老母, 相信很不简单。 我们再回头看看之前的那个问题。 廖化到底带来了什么? 让刘备很高兴。 既然在东吴待了一阵子, 难道是军事情报? 可能性不大。 从之后的一阵之战来看, 廖化并没有起到什么大作用, 应该不是有用的情报。 吕蒙, 那会不会是吕蒙之死? 东吴大将吕蒙, 击败关羽之后, 没过多久就病死了。 相关研究者一直认为, 吕蒙之死是因为常年征战, 又染上了瘟疫, 才年纪轻轻就去世的。 虽然在三国演义中, 吕蒙死于关羽的鬼魂所命, 但演义不可信。 还是要看证实。 其实关于吕蒙之死, 咱们看看孙权派人给他治病的过程, 就会发现一些问题。 按照记载, 吕蒙生病之后, 孙权就把他接来安置在内殿, 多方寻找梁医为他治疗。 自己还偷摸来看了很多次, 看到吕蒙稍微好一点。 孙权就很高兴, 看到不吃东西, 就会长须短叹。 吕蒙病情好转的时候, 孙权就让群臣都来庆贺。 吕蒙病情加重的时候, 孙权亲自来病探前探视, 还让道士来祈祷。 可见, 吕蒙的病还是耗了一段时间的, 并且中途有所好转。 而且孙权经常亲自探视。 这些特征, 都不符合瘟疫的病征。 当时的瘟疫是急性烈性传染病, 发病快死亡率高, 几乎无药可解。 像吕蒙这样中途有所好转的情况, 是非常罕见的。 古代瘟疫, 更为关键的是, 东汉末年的大瘟疫持续时间长, 一区范围广, 东吴是不可能幸免的。 所以当时的医生, 应该一点就能认出是不是瘟疫。 真要使瘟疫的话, 这么劣性的传染病, 还会让孙权亲自过去探视吗? 不可思议。 所以, 吕蒙也许不是死于瘟疫, 有一定几率是死于中毒。 网上一直流传孙权毒杀吕蒙的观点, 这个暂不评价。 大家想一想, 如果吕蒙是被毒杀, 会不会是廖化下的手? 吕蒙留下廖化的命, 是因为廖化作为主部, 应该掌握住荆州乃至蜀汉的军事情报。 所以, 廖化有机会经常和吕蒙直接接触。 有下毒的机会, 如果廖化见到刘备, 跪下就说, 最将廖化, 炸将东吴, 忍辱负重, 毒杀了吕蒙, 刘备应该会很欣慰, 很高兴的。 当然,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, 那就是这位老母亲的身份特殊。 特殊在哪里呢? 她如果不是廖化的母亲, 而是关羽的母亲, 正史当中并无关羽母亲的过多记载。 当年刘官章起兵的时候, 关羽是只身一人前来的, 其被害之时为59岁, 若是老母亲还在世, 应该是70多了, 称为老母绝不为过。 假设关羽统领荆州之后, 相对安稳了。 于是, 她秘密派遣廖化, 把老母亲接到了荆州呢? 可能刚接来不久, 关羽被害。 廖化为了保住关羽老母, 炸将东吴。 待时局稍微稳定之后, 才炸死骗过周围人, 偷偷带住关羽老母, 星夜赶路投奔刘备。 刘备, 当廖化到达子归之后, 跪地对刘备说, 醉江廖化, 炸将东吴, 忍辱负重。 现将官将军老母带了回来, 刘备听到这个讯息, 也应该非常欣喜吧。 当然, 以上两种情况, 都是纯粹猜测, 没有事实依据, 大家不必较真。 不过回到本文最开始的时候, 廖化投降东吴, 又乍此回归, 刘备很高兴, 确实疑点重重。 这背后, 应该不会这么简单吧? 大家可以说说, 上面猜测的两种情况, 哪一种更靠谱?